大家好,今天很有幸在这儿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Apache Passer在腾讯百万topics下的一个实践 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燃小龙,然后之前在PinkApp实习 之后呢,在StreamNet 我一直从事跟Apache Passer相关的一个研发的工作 目前就职于腾讯 一直在主要去做Apache Passer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实践的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自己也很有幸成为Apache Passer的Committer 和Bookkeeper Contributor 在我们腾讯内部呢,其实一直倡导一个开源协同和开源共建的一个理念 其实我们也是把我们内部的一个项目叫ROP 就是Rocket MQ on Passer的这样一个项目贡献回了社区 也有幸成为ROP这个项目的Mantainer 同时呢,也是Apache Passer GoClient的作者 GoFunction的作者和Passer CTRL的作者 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话题 就是Y Apache Passer 为什么是Apache Passer呢 其实在Apache Passer之前呢 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MQ 比如大家最熟知的卡布卡 Rocket MQ Rabbit MQ和LQ的MQ 那其实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在Apache Passer出来以后 我们会去把它作为一个生产环境中的一个考虑的选项 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去选型这样Apache Passer的这样的一个MQ呢 其实这个我们先从一个我们内部的一个用户需求说起 我们内部呢有这样一个用户呢 他提了这样一个需求 就是说其实我对这个集群的一个整体的流量可能不是很大 就是我的QPS可能不是很高 但是呢,我需要几十万的Topics来支撑起特定的一个业务场景 就是他们的业务可能相对比较特殊 那我的整体流量虽然不高 但是我的一个对于一个用户来说 我可能需要创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Topics 来满足他的这样一个业务场景 其实咱们先带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和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看Apache Passer 这个是Apache Passer官方的一个介绍 其实Apache Passer就是除了其自身的可能具备了一个PubSub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是MQ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能力之外 它底层呢还用了一个就是从架构体系来说 可能是一个计算层和存储层分离 也是目前来说市面上比较主流的一个架构 那在存储层呢又是一个分层分片的一个思想 那之后呢 另外又接了一个Tool Storage 可以很容易的去把就是Bookable中的数据 offload到你整个的一个比较比如AWS的S3等存储 廉价存储上 除了这些呢 可能还有一个是Passer Functions 就是提供了一个Server Lace的清量化的一个计算框架 允许你允许用户其实是说提供了从一个topic到另一个topic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的能力 那么我们再看官网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介绍 就是它可以在生产 它已经在最初的时候已经在雅虎的生产环境中使用 而且比较容易的扩展 很容易去支撑这样一个就是多topic的这样一个场景 在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大的框架介绍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Apache Passer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那从整体架构上来看的话 其实它是以一个计算层和存储层分离的一个架构体系模型 那么在计算层的话是有Broker节点 Broker节点呢是一个对等的也是一个非常轻量化的一个计算层 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到一个就是Broker层的扩展 那存储层呢同样用了Apache的另一个顶级项目叫Apache Bookkeeper 那用Bookkeeper作为它的一个存储层的节点 那Bookkeeper的Jar的话也没有就是LeaderFollow的那种概念 它的每一个BK的节点也同样是一个对等的一个概念 那在这样一个其实对等的基础上的话 整个Broker层和存储层就相当于分离开来 分离开来最大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独立扩展 那假设我存储层的资源不够 我可以独立去扩展存储层的资源 那我计算层的资源不够我可以独立去扩展计算层的资源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将两个计算层和存储层分离以后呢 那每一个就是计算层和存储层的节点相对而言 它都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节点 所以是在一旦出现一些故障或者是说当今的情况下 是比较容易就是快速恢复起来的 第三个的话第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的话 就是扩容的时候无需数据的再均衡 那这个的话其实主要是 其实计算层的话这个好理解 可能是说只要我提供的计算资源呢 我只要client有一个负载均衡的东西 能够把这些资源均匀的去打到这个broker的计算资源上 那它可以提供一个均衡的一个计算能力 那其实在boockeeper这一层的话 其实是说我能有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个分层分片的 这样一个架构能够把数据打散的更均匀 然后扩容的时候呢 我内部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机制来去 是说往当前的一个就是存储比较存储比较小的 存储的容量还比较很大的一个节点上去 不断的去写这个数据 可以做到 一个扩容时候无需数据在均衡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从这个用户需求的这个背景来看 其实我们就是想去看一下 那apache parser这个系统 它是如何去支撑百万topics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么在支撑这个规模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broker的一个自动负载均衡的一个策略 我们需要了解broker自动负载的均衡呢 我们首先需要去了解一下 Parser的整个的一个topics的一个组成模型 那其实我们最外层的这个 这个最上层的话 它是一个broker的节点 那一个broker的节点呢 的话 Parser里面抽象了一个talent的模型 就是一个多租户模型 那一个talent的话 可能可以 大家可以理解为我们一个大公司的一个部门吧 就是类似于腾讯 比如CSIGIEG这样的一个大的组 那可以下来的话 每一个talent的下面呢 又可以由不同的namespace 可以拆分成不同的业务线 那不同的业务线 或者不同的这个namespace下 我们又可以拆分成很多的一个topic 也就是咱们在下面看到的这样的一层 那它其实在前面抽象了一个position 就是topic的一个独闷域 那证明你这个topic是不是要持久化 有persistent的和nonpersistent的两种 那再下来有一个talent 租户级别的一个 就是这种抽象 还有一个namespace级别的一个抽象 和一个topic级别的抽象 这个才构成了它一个完整的 这样一个三段式的这样一个topic组合 那有了这样一个 它的一个组合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个namespacebundle的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在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tiny的下抽象了一层namespace 那整个有关一些我们策略的设置 包括我们要去想去设置它的一些ttl retention策略 包括一些负载均衡的一些策略 和线流的策略等等 那么我们怎么去设置这个策略呢 就是在passa这里面抽象了一个bundle的概念 也就是说其实我系统上在namespace和tiny的中间呢 我是有一层namespacebundle的概念 引入了一层namespacebundle的抽象 那么这样做的其实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你这个namespace 可能用户创建的namespace会比较多 如果你把这个整个的一个 这是一个类似于原数据的一个东西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apache parser的话 其实有三个主要的节点 一个计算的broker节点 一个存储的bk节点 还有一个是用来做整个已知性协调的 使用的组keeper这样一个节点 如果我们把namespace级别的抽象 全部放到这样一个组keeper的话 其实是原数据的一个 原数据会比较大 对整个组keeper的压力也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做了一个namespacebundle的 一个概念抽象 那它其实namespacebundle内部本身就是一个 一致性哈系环 比如从0到2的n次方 那么我们默认情况下的话 它可能给了defaultnamespacebundle是四个bundle 那么这些topic的话 会根据一个一定的这个哈希的计算公式 来去映射到每一个bundle上 那么这个其实是说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说 怎么去把这个bundle分配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在broker计算层这个组件下 有一个有一个组件叫做load manager 他还由他来去负责去分配这些bundles到broker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这几个真实的一个broker的节点 那他其实有一个load manager的概念 那他会有一个处于 就是类似于leader follow的概念 但是这个leader和follow之间是可以随时切换和飘移的 那有个namespace的这个bundle的话 他就会比如说按0到这个2的32次方分的话 那就是从0到nx4 那这是一个bundle 那有可能topic1落到了这个bundle上 那topic2落到了第二个bundle上 topic3落到了第三个bundle上 这样均匀的落下来 那load manager会来去分配 比如说我从0x00这个bundle的起始位置 到0x40这个bundle位置 那我归这个broker节点一管 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个load manager会去分配你的这个bundle 具体归属于哪些broker来去操作 那有了我们这样一个自动负载均衡的概念的话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整个在broker这一侧 就是为了支持百万topic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 其实我们怎么去来去操作这个事情 第一个配置的话 是说load balance的这个inable 那么我们需要是需要把这个配置项给打开 然后其实是说想要去避免在某一个broker节点 如果他的这个broker节点 比如broker node0 他的这个流量 比如说topic1当前承载了很多流量 那他的流量相对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把他的这个流量 卸载一部分流量到其他的这个broker节点上 主要是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在这儿的话 其实我们把load balance的shiding 在我们线上身上环境的话 把这个load balance的shiding的inable 还有把一个load balance 这个auto-split的这个bundle的功能 都去关了 然后我们默认的话 给namespace的bundle的话 开了32个bundle 如果这个默认配置第一下是4个bundle 4个bundle的话 可能分散的不够均匀 就会导致这个topic上来以后 也就是说 即使你在线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集群 线上集群部署了5个broker 或者10个broker 那如果你的namespacebundle只有4个的话 相当于是说 那你同一时刻只能是说有一个 这只会有4个broker 是去真正去负载这些bundle的 那其实这样按照这个32个bundle分的话 其实也是说能够尽量的把这个bundle切的 相对比较碎一些 然后让他每一个bundle下切分的 分配的这些topic的数相对均衡一些 然后去比较均匀的去分配到这个broker节点上 然后能够把整个broker的这个计算节点的资源 能够均衡的利用起来 那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配置 因为load balance 它会有一个默认情况下 它会自动去把就是切分你这个split的bundle 假设你默认的现在是按32算的话 那假设当你当前的这个资源不够以后 那自那个bundle的这个负载相对比较高 那它会内部会触发一个load balance的 这个自动切这个splitbundle的一个动作 切这个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想想就是当前你现在整个broker集群上 可能有几十万个topic 然后那你在切切动这些namespacebundle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必然会涉及到一个topic unload和load的一个动作 那你需要先把当前隶属于这个namespacebundle下的一些topic资源 先卸载下来 然后再去把这个bundle切分出来 然后再去把要去卸载的这一部分topic的流量 分配到新的这个bundle资源里面 那其实这样的话 其实会有一个元数据的频繁操作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会broker流量 会在broker之间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就是切换 那这个是说可能在topic数相对比较小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无所谓的 但topic一旦比较多了以后 那整个资源的在broker之间切换的一个动作 其实就会导致整个集群很不稳定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假设你对外还有一个client提供服务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一系列类似于client连接超时 然后会有一系列触发client的一个重连的一个动作 这个是 还有这儿的话 我们可能要去这儿的话 load balance broker max topic 这儿我们可能需要再去配置一下 就是说每一个broker下允许的最大的一个topic的数量 包括你是说你上面开了load balance这个配置项的话 那你load balance的当你最大触发load balance的机制的时候 这个预指是多少的时候 它会触发load balance的动作 那这儿我们配的是85% 这儿的话是说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资源 就是说它计算的你整体的一个带宽的资源达到85%以后 那我开始触发一个load balance的动作 OK 其实有了这个broker的负载均衡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块 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说 怎么尽量能够避免 就第一个在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有预估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体的topic的规模 他们就是qps的一个整个broker集群的一个流量 在预估好我们这样的一个流量以后 我们如何来去避免 尽量的去避免你的这个topics 能够在你的不同的这个broker之间进行一个切换 就是最大程度去避免这种流量之间的切换 对 第二个的话要讲的是说broker的一个限流策略 限流策略的话 这有一个是说一切起源以压策 对就是说每一个大家可能用的整个一个压策的时候 使用的一个broker节点的这种CPU啊 这种网络带宽可能不一样 然后使用的一个在bookkeeper这一侧 我们可能使用的一个整体的资源的一个 就是原始的这些资源信息都不一样 所以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在整个去上线之前 我们有一个怎样一个整体压策的一个过程 你需要去知道你当前这个集群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负载 负载的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能够承载的一个流量 瓶颈就是流量点在预止点在哪 其实在社群的话 其实也有比较完善的整个压策的一个工具 那在这儿的话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是说 帕萨自身先带了一个帕萨破夫的一个压策工具 那这个可能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然后大家可以用帕萨破夫来最快速的去获取 也类似于一组基准基准数据 然后的话其实在整个open message的这个消息队列的一个社区 大家一起开源了一个open message benchmark的一个压策工具 那这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很好的有一个系统性的压策 来知道我们具体的一个broker负载的一个瓶颈点在哪 那这儿的话我罗列了一下可能我们生产环境上的一些配置项 然后这儿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左边 他告诉你是说broker 就是说整个broker允许你最大publish的一个消息的一个速率是多大 然后包括你最大允许你的这个大小是多少 然后包括你有produce端的 还有一个是订阅册的 那订阅册你最大允许的是多少 那到了右侧的这个配置项 更多的是说从一个资源级别 比如你最大允许你lookup的一个request的请求是多大 这个可能需要多说一句 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整个支撑百万topics的过程中 其实发现pass集群最大的两个瓶颈点 就是说当你的一个集群的规模已经达到百万topics这么一个 不是也不一定非得是百万就是几十万topics这样的一个topics级别的规模的时候 其实可能你整个集群的一个瓶颈点可能不是说在于broker的计算能力 有没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或者是说boocuper的存储能力已经不在这个上面了 它最大的一个点我们就是在实际生产运营过程中发现第一个点是可能是 组keeper第一个当你到了这个的时候 其实组keeper上面的元数就会很大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最前面说的那个broker负载均衡 为什么要最大程度去避免你这个整个流量的一个 在broker之间的一个来回倾泻的这样一个动作 其实也是最大程度上去减少你这个broker同一时间 对组keeper的压力打上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还有最大的一个 还有另一个瓶颈点的话是说你整个lookup的这个请求 那你也涉及到topic的loadunload 那你必然clend在这个进行一个重定项的时候 要去重新寻找你的一个每个topic都有对应的honorbroker 要去重新寻找你的honorbroker 那你这个时候会不断的有一个lookup请求的一个出发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对整个集群的压力也会比较大 其实所有今天我们去讲的去围绕的这些 我们现在生产环境的一些配置也好 我们运营的一些经验也好 其实主要的两个目的也是在于就是这两个点 第一个点我通过一种方式来去避免整个组keeper的一个压力减小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避免有触发这个lookup的这个请求 所以在这个broker的配置中的话 第一个项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当前lookup 你最大就是避免允许你多少lookup的一个请求打上来 还有一个是说通过压策的话 你其实能够得到你这个每一个topic 你最大允许有一些比如说多少的producer 多少concure 一个topic下有多少sub 这些最大消息的一些大小这些你都可以能够得出来一些很好的一个 你们自己的一个生产上的一个数据 对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去承载之前我们先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poc 或者压策的过程来去获取到你broker整个一个 所有就是线速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配置信息 第二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那在上面的这左边的这个线速的话 它是说从broker级别的一个线速 那有时候可能broker级别的线速相对于是说力度比较大 它影响是一个全局的 那有一些对于特别细小的一些 比如说特定的一些namespace 可能我有可能要超过这个预纸 我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想线线这个namespace下的一些线流 那同时也提供了namespace级别的一个策略 那这儿的话是也是拿了我们一个这个现场环境去取的一个 一个一组配置 然后去针对不同的这样一个namespace级别的话 不同的namespace的系列化度到namespace级别 我们去做的一个线速 这个的话还有一个的话是说passer manager 那社区的passer manager的话 这儿的话它会有一个可以自动去调整这些线速的这么一个配置 但是这儿其实单独把社区的passer manager拿出来去讲 这儿是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坑 就是passer manager本身的话 它是去直接去拿passer的命去获取的 比如说我在展示tenance列表我在展示这些namespace topics的列表 包括去设一些策略的话 其实直接调用了passer的命的借口 就是passer的命在分装的时候 其实同时暴露了一层那个渣无API 就是调这一些渣无API去请求 那当你调用这些渣无API的话 所有的其实跟策略相关的 大家可能其实就是它所有的这些请求 最后都会其实落到一个足keeper的一个请求上 那当你的整个几十万的一个topics的规模下的情况下的话 你去再去list的这些topics list的这些tenance namespace 你的整个的对足keeper的压力本身就会很大 那passer manager同时也会造成对足keeper 本身有一定的这个瓶颈 所以这儿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它的一部分能力 但是在这儿的话 我们可能内部需要自己去优化和改造这一块的逻辑 就是怎么利用类似于这种开始的工具 然后去把它预先缓存起来 这样的一些动作 那讲完了整个其实broker一侧的话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passer亲和力的一个机制 这个的话这个功能相对于在passer中 也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功能了 那passer的亲和力的机制 其实它也是passer所有的有关跟策略相关的一些配置信息 其实都是在namespace级别 那么我们在namespace这个级别 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亲和力的一个配置 那这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 假设你是说当前broker 你当前的broker集群有十个broker节点 但可能负载到某一个broker节点上的有一些topic 它的流量就是很大 或者它比如其中的一个topic一 在broker一上它的流量很大 然后我们上面说了我们开了load balance 然后我们的预值可能是85% 那到了85%以后 它又会去触发一系列的负载均衡的动作 所以的话其实是说当你这些有专门的流量有比较很大 或者同时或者是说有一些topic 你不太希望这些大流量这些topic 影响到你这个其他一个broker节点的 这个一些就是其他topic的一些稳定性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这种亲和力的机制 然后把这个topic固定的绑定在某一个 就是你计算资源的池子内 就让这几个broker来去为这些流量大的 或者固定的那几个topic来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的能力 不是提供这样的一个计算能力 这儿的话就是这个策略的设置相对比较简单 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admin的话它有一个nsisolation policy 然后你set一下这个pasa class的1是个集群的名字 test policy是说你这个policy的名字 然后刚刚namespace的话是说需要你具体指定的是那个namespace primary的话这个是说你主要的 你主要你是说这个topic你需要去绑定哪几个broker节点 比如说绑定1,2,3,这三个broker节点 还有一个策略是说outfillable place time 现在的话只有一种选项就是main available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是说main limit 最大的限制是说等于1 然后useage的3hold的话 这个是说你这个broker使用的资源达到了多少的时候 你可能触发这个就是切换 然后刚刚secondary的话它是区别于primary primary的话是说我主这个namespace下的这些topic主要使用的是哪几个broker节点的一个计算能力 那secondary的时候当我这些broker节点的这些主要的这些broker节点的能力不够了以后 我的是还可以切换到其他的一些broker节点上 那其实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灵活的配置呢 我们可以指定固定的几个broker节点 然后来去为某些特定的topic提供这样的一个能力 同时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primary和secondary这两个配置项 还是可以把整个这个broker集群的计算能力都给利用起来了 对这个的话是说我们线上配置了一个真实的一个生产的一个 就是这个然后他的一个具体应用get这个策略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当然这个的话是说就是有一个注意点的话 就是这个命令的话只有这个super user这个用户才有权限去操作这个 所以这个的话可能需要预先去对整个系统的一个资源的流量相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那讲完这个broker策的话 这这样一个清合力的配置的话 其实bookkeeper策也有相应的一个策略 那bookkeeper的话这边它也类似于一样 就是说在我整个bookkeeper的集群上面的话 其实我有我也是做了一个类似于这种抽象的概念 那第一个我想可能先对于不同的地域 那地域比如说北京地域或者是广州地域 那从地域下面来说我们可能是说北京地域有一个集群 那北京地域的这个集群到了集群下面呢 我们可能是说一个大的机房 那我一个机房上有不同的一个机架 那可能说RIC1RIC2RIC3这样不同的机架 那我们这个机架下面我们才去绑定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bookkeeper的节点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 其实是说来去给bookkeeper指定这样的一个反清合力的一个策略 那这个策略向的设置的话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setbookerRIC 你可以指定你具体的要设的这个booker的节点是什么 然后booker的hostname 然后你可以你要为这个booker的 它是归属于哪一个group 它是归属于哪一个RIC 那这个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 那设置完这个booker的RIC以后 我们就可以为这个booker设置 为某一个这个namespace来具体设置 你的这个namespace要归属于哪一个Ranger 就是你的这个namespace 它要使用的一个存储资源 你是哪一个 这儿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第二条的这个命令来进行一个设置 这个右下角的话是说我们设置完这个以后 就是你能够可以通过一些命令的就是相应的它有git的命令来进行对它进行一个验证 然后左下角呢我也贴了一下这个具体怎么使用这个命令的一个链接 嗯对其实上面我们讲了讲了两大块吧 第一个就是说broker负载均衡的一个方面的我们需要去呃去去注意或者考虑或者避免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是说对于应对一些啊突发的topic流量比较高的一些呃情况的话 我们怎么去呃部署这个怎么去呃避免这种它对整个broker集群的一个影响 那么第三个节目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来一块看一下topic这一块metrics这一块的事情 嗯 就是有一个呃自己写的吧就是集群运为监控先行反正自己的一个理解就是当我们在运为一套集群的时候 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假设你有10台broker节点20台broker节点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不可能是说登上这些呃服务器的节点然后去看它的一个具体的日志情况啊什么的 就是更多的也是说我们要去利用呃就是监控的这样一个能力来去监控整个集群的一个运行状况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呃帕萨里面的话它提供了不同级别的这种metrics的监控呃比如namespace的级别啊 跟呃然后从broker维度的级别bookkeeper维度的级别这种呃在这儿的话想强调的一个事情是说呃我们需要去尽量的去把这个topic level这个metrics 级别的这个数据去关掉呃因为这个当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当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选项 所以当时候递一下的是配置了这么这个啊topic level的metrics是被打开的 但是当时候整个呃把这些metrics就是在几十万topic的一个场景下 的话你这个打开topic levelmetrics的话你这个metrics的体量会非常的大 因为你这个topicmetrics本身的这些metrics的监控呃就是报这些指标往这个普罗米修斯中去报这些指标本身也是要去占你broker的一些一些就是资源吧 然后所有的话其实是会呃对你这个有有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的话其实是说当你的一个集群的一个规模 嗯就是达到几十万topics的一个规模以后其实你再看这个topic level 级别的一些指标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就是几十万topic 你不可能每个点开来去看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流量啊一些啊负载情况是还有一个是说呃就是可能我们来我的一个metrics也同样也同样的道理 就是这两个的话我们可以先关掉然后就是能一定程度上去减少整个这个broker的一个资源的一个使用量 嗯最后一个层面的话其实我们来去看一下足keeper层面的一个优化 就是在足keeper这一层的话其实其实社区提供的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少就是社区的配置可能相对也就是呃比较就是呃呃最简单的一些配置吧呃第一个想要强调的的话就是一个data dnr 那边的话这个的话不可以破我那不是足keeper的话呃这儿的话我们最好是说把这个呃data dnr我们能够mount到最好不要使用系统盘 对不要使用默认的一些系统盘因为系统盘本身能够提供给你的很少如果这个我们申请服务啊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呃切记就是说在运营预测我们需要把这个data dnr 的一个目录mount到一个我们的数据盘的一个目录下 呃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给这个呃添加几个配置一个的话我们在就是呃社区默认的一个组keeper配置的技术下加了下面这三个配置吧一个是maxclan的一个connection的一个呃连接数那么这儿具体指定了一下还有一个是说maxsession的一个timeout你最小是多少然后最小可能是说他这个默认的话是说跟你这个设置的字呃默认的那个ticktime有关系 他默认是按照ticktime的多少的倍数来去走然后这儿的话其实是说可能这样限定的话相对会比较力度上会比较粗一些然后你这儿可能要去做更细力度的一个限定 然后也比如说maxsession的timeout啊maxsession的timeout 嗯左下角的这个的话其实是说就是其实呃数据组cable的人都知道吧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呃一个的一个是log文件一个snapshot的一个 一个一个定期的一个备份比如说你啊然后隔隔一分钟一般隔个一分钟或者是多长时间你可能需要去对你的整个的一个呃他他组cable自动的会去对呃他当前的一些元数据进行一个呃备份的操作那你当你的其实是说这儿的话组cable的运维可能是说相对比较已经已经成熟了吧这么多年的一个产品啊呃这儿的话主要想强调的就是说可能 就是从一定程度上就是从一定程度上从前面到后面我们怎么去在细力度的规划一下这个组cable整个这一层级的一个配置选项呃这这是一个呃地方还有另一个地方的话在呃这个我们就是说 这个bookkeeper这一侧的话我们使用了其实是说组cable分离部署的一个特性吧呃就是我们现在身上环境的话其实是把整个bookkeeper的话可能使用了一个单独的一个集群那呃不组cable集群那相当于bookkeeper对应一个单独的一套zk集群那你相当于broker的话也对应一个单独的一套zk 那其实这个在之前最典型的呃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呃你这个怎么去呃就是呃你不同的组cable集群你的broker啊跟你的这些bookkeeper因为呃因为在最初的比如说比较呃老之前的一点老一点之前的一些个一个版本的话是这样的就当你的一个broker节点呃和你的bookkeeper节点它是共用一套zk那共用一套zk他们之间的元数据是共享的那zk是指导 整个这个broker和bookkeeper所有的一个状态的但是你现在把这个呃就是bookkeeper拆开了bookkeeper用单独的一套zk的集群那broker用单独一套zk集群那这两个不同的zk集群之间呢他们又是怎么去去这个去进行一些集群的一些呃元数据的交互啊比如这些那比如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说我假设我broker从client过来一套数据先先写到broker那写到broker以后其实是说我在内部的话 我需要你知道我写到这个topic中的数据它对应了哪个manage ledger我需要去你的这个呃组keeper的集群上去找你的这个manage ledger的一些一些节点的一些数据那要去找你的这个数据呢那你现在的zk之间又是又是呃broker的zk和bookkeeper的zk又是呃两套集群那两套集群那你这个zk数据就是不互通的所以的话其实就是在呃新版本可能啊哎呀这个具体版本是多少 我有点忘记了就是他添加了这样一个配置叫做bookkeeper metadata service ui这个是在呃broker.com服务测呃broker.com服务测有这么一个配置他会允许你是说去呃去把你的比如说你broker 解解broker的一些集群需要的元数据的话可能会呃通过这个这个相当于中间有一个类似于桥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去把整个broker的的broker和你对应的broker zkbookkeeper和你对应的bookkeeper zk的这样的两个独立的环境能够给你在呃连接起来就是那个他能够让你两个zk的集群这样一个呃做一个共享那其实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呢其实也其实也还是回归到之前的那个呃我们说的那个事情上在你当你整个集群上要去要去支持几十万topics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你整个的一个 集群的最大的一个负载均衡就是最大的两个瓶颈点一个就是说组keeper的压力太大了组keeper本身扛不住了也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呃当你发生这种一旦发生这种流量倾泻的时候你lookup的请求已经能够足够去把你这些请求给就是会拖慢你整个这个集群导致你是说你的客户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就是说连接的timeout了比如说这时候client连不上了啊 这种就是我们在最初的这个运连的过程中的话也是会遇到很多这样的这类似的这这些问题啊那当你把整个这个broker这样啊他们进行了一个呃就是说bookkeeper的zk和broker的zk拆分以后其实很好的去是说降低了啊你本身broker的zk的一些处理能力 这儿大家注意就是说我主要是要去降低你brokerzk因为可能bookkeeperzk的这个存储本身在这儿zk的占用上可能相对还好不是那么太太重量级或者是依赖zk的本身呃那么其实在这儿的话可能他们我们今天要聊的就讲完了然后在这儿我再简单的去总结一下吧就两个点呃第一个点的话是说呃嗯是说我们 我们在执行运行百万topics的这样的一个集群的规模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把zk的一个通过就是说在broker测的一些呃负载均衡的策略啊topic的metrics级别啊包括一些限流的策略啊等等我们来去降低整个zk的一个负载呃能力然后通过呃类似于亲和力这样的一个特性来尽量的营减少你这个topics的某一些流量大的topics对整个broker集群的一个 影响第二第二个点的话第二个平均点在于lookup的这个请求的话我们怎么去规避啊这样的一个呃规避这样的一个那个嗯就是你的这这样的一个lookup的呃呃平凡的lookup造成你client端的平凡的一个timeout的一个那个事情那其实想的更彻底一点的话其实就是说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卡夫卡呃提出了一个概念卡夫卡做了一件事情 是说就是去zk化去组keeper化那其实这个这个想法在passer社区其实很早之前就提出来了那其实为什么可以去这么玩呢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了解bookkeeper背景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在嗯bookkeeper就是passer这个系统上做本身会比较呃容易一些因为bookkeeper其实它在独立成一个apache的顶级开源项目之前呢是呃组keeper的一个子项目作为复化出来 那其实bookkeeper本身它就是有自己的以致性的一些呃以致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呃后面其实是说既然既然整个在你支持这个几十万topic或者上百万topics的时候你组keeper的整个的压力其实就是比较呃比较大的那其实最直观的最呃最最根除的就是最根本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说我们去把整个组keeper的这个呃依赖给去掉然后利用呃 bookkeeper自身的一些这个一致性的策略来去做整个集群一致性的调度那其一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减少整个一个组件的维护至少我们不需要去维护单单独维护组keeper减两个第二个的话其实是说在这个就是呃有一些特定的用户场景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多topics的一个场景下的话他会有有一个更好的呃解决方案也就是能够支持更多的呃这样的一个topics的呃规模或者级别啊 对嗯这个的话是我的twitter一个账号就叫叫web4g然后我微信账号跟我手机号一样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嗯就是加一下我微信然后我们线下来再去具体聊一下然后也一些可能感兴趣的场景嗯最后谢谢大家然后 谢谢大家